下面咱们就再来看一下关于咱们的一个P和Q的一个选择以及模型检验的一个方法 咱们先就边看边讲这个PPT了 这回要拿另外的一个数据啊 这个数据就不说了 咱们就直接来看这个图吧 上面就是还是之前画图的一个函数啊 在这个图当中啊 我们又拿到了一个时间序列函数啊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它的一个ACF和它的一个PACF值啊 我都可以把它的图给它画出来 然后我要做一件什么事啊 然后就是说你要进行一个模型的建立吧 咱们的这个我们来看就是SM啊 就是这个State Models吧 在它里边啊 就是有一个这个咱们的一个 给大家说的 就是咱们的一个Arama模型吧 我们可以直接啊 把它的一个Arama模型调出来 然后呢 指定好一个训练集 在这个基础上 前面的操作 其实跟咱们之前讲一些其他案例啊 都是一样的 我们要切分一个数据集 然后你要按照一个百分之多少的一个比例 进行一个切分 在这块 其实我都有写 就是咱们进行 在这块 我找一下 TS寸 我给它放到什么样 什么位置去了 在这呢 就是说 我进行了一个数据集切分嘛 咱们可以取多少个百分比 然后取多少进行一个测试啊 这些跟我们那个用SKLearn 它的一个套路啊 其实来说都是一样的 它来看啊 就是说建模很简单啊 只需要你指定好一个TS寸 就是我们的一个训练数据 然后再指定一个order就可以了 order什么 我们来看它这个元祖吧 里边说要传三个数 那什么 pdq嘛 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 而这样模型当中啊 它的一个d 还有这样一个p 还有这样一个q 分别表示这 我们这个接数 插分 接数啊 这样两个东西 只要你把它的order指定好 再把它数据指定好 我们就可以来去fit一下这个模型了 嗯 怎么样去训练这个模型啊 也跟咱们之前SKLearn差不多 直接让它去fit一下 然后fit完之后啊 现在我们问题来了 就是说这个order是我们的一个参数 我们现在更关注的 就是说这个order啊 这个参数啊 取什么样的值的时候更好呢 那怎么办呢 正常情况下 我们可以观察那个p和那个q 但是啊 这样就是说 嗯 观察那个图并不一定准确 我们还可以用一种额外的方法 叫做一个便利 就是你把所有的一个p和q的组合啊 先拿出来 或者说你现在便利的就是一个 你认为可能的一些组合 其实啊 关于这个p的值和q的值啊 有很多种的选择方式 比如说 现在对于acf还有这样一个pacf 我能拿出来三组值最少是吧 我光看这个acf拿出一组值 光看pacf也能拿出一组值 根据它俩的权衡 还能够拿出一组值吧 那对于咱们当前 对比如说我现在有三组指标 那三组指标 你要选择其中最好的一组吧 在我的一个acf上 对于我的一个q值 我可以取什么 这是零节 这是一节 这是二节 二节之后落到我直行区间上吧 所以说 这个我是在取一个q值的时候 可以取这个二吧 对于我的一个就是acf图来说 那对于我pacf图来说呢 现在我是不是说这是一节 然后二节之后 也是落到我的一个直行区间上 那我这个取了一可不可以呢 取二可不可以啊 看起来好像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现在就是说一旦啊 你有一些候选值了 但是你不知道哪些候选值是最可取的 就是说我也可以对照着我这样一个表格 在我这个表格当中啊 就是我我就是肯定能拿出来多组值吧 不光能拿出来一组值 然后呢 这组值啊就是它有一个上下的浮动 或者说往前一节往后一节 好像都满足我这样一个需求吧 那都满足这样一个需求之后啊 怎么办呢 我们还有另外的一组平衡的 平衡的一个指标 咱们再来看 嗯首先就是说 咱们先来去进行一个选择 选择完之后 再给大家来说 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做 在这里啊 就是我进行了一个便利 然后便利出来了很多值 比如说从0到4啊 每一个就是p值从0到4 q值也是从0到4 然后这里啊 就是我不断的选择好参数 选择好参数之后啊 然后我去fit一下这个模型 fit完之后呢 我要打印的东西是什么 打印的是一个指标 我们来看 下面我画了一个东西 咱们的标题叫什么 标题叫做一个BSC 那这个BSC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先来看 就是我们的一个MA啊 我们来看对照这里 我们的一个MA模型 对应的是一个q值吧 这就是说横坐标是一个q的值 就是q值取0取1取2取3取4 然后呢 我的一个横轴啊 是咱们的一个 就是咱们的一个横轴是一个q值 然后咱们的纵轴啊 是这样一个p值吧 然后中间啊 它有一堆值啊 中间有一些什么300多 那这些300多的值啊 表达一层什么样的含义啊 咱们又要讲一个指标 叫做一个BSC 还有一个ASC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啊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对模型 进行一个评估了 要选一下什么样的参数啊 使得我勾到出来模型更好 就是相当于是 我现在要去看一下呀 这个模型的一个评估的标准 是什么东西 这里呢 有两个指标 一个叫做AIC 一个叫做BSC AIC的意思啊 就是说它是一个斥持信息准则 这个东西啊 是一个人啊 以它的一个人啊 命名的一个方法 那它是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它的一个公式啊 它的一个公式啊 就是说首先呢 是我的一个 呃 最终的一个结果的一个精度之间的一个权衡吧 那我们来说 这个我们认为 首先我们有标准就是说 AIC和BIC啊 它有个值都是越低越好 越低为什么 越低越为着你的一个K值 我们来看 K值前面是个正号吧 你让它越低越好吧 前面呢 三函数啊 三函数 咱们通常都是做一个极大三估计嘛 所以说通常都是让它比较大是比较好的 那这里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说 嗯 现在我要去综合一下 哎 这个东西是不是跟咱们之前讲的算法是一样的 我们之前在讲那个loss function的时候 是不是说 它是等于咱们的一个data loss 再加上我的一个正责化的一个loss吧 再加上我的一个蓝发的贝的一个l2 那这个东西大家看像不像 其实来说啊 都是类似的吧 这个说什么 我的一个参数K 让它越小越好 其他三人估计啊 让它越大越好吧 所以说呢 我才能得到一个更小的一个数 那这里啊 就是无论是AIC还是BIC 它的一个标准都是说 让我们去选择更简单的模型 因为什么样的模型更简单呢 我们来想啊 就是你传进来的P啊 和Q啊 它俩值的大小 对我来说有什么影响 你传的P越多 或者说传的Q越多 我们来看一下之前的一个公式啊 我们的公式在这呢 就是这是我的一个P 这是我的一个Q 我们来看 你这个P等5的时候 这块有5个参数 P的3这块有3个参数 Q的10这块有10个参数 Q的5这块有5个参数吧 所以说啊 你的一个P啊 和你的一个Q越大的时候 你的一个参数项是越多的 所以说你的前面这个啊 K值它就越大 然后右边呢 就是啊 右边这个东西 咱们就不说了 就是说主要从前面来看 其实呢 就是这个AIC啊 和BIC主要就是 让我们这个K值 是越小越好的 在一定程度上 让它越小越好 要保证我们的一个精度的情况下 Bs的信息准则啊 和这个智制信息准则 其实来说啊 基本上差不多的 只不过说 它计算的一个量是不一样的 然后在我的一个Bs的信息准则啊 就是咱们用的Bs当中 它又加上了一个样本的数量啊 把我们的一个 就是由样本的数量 看一下对我结果的一个影响 就给它加进来了 反正就是 你的样本越多啊 它也是越多 但是呢 你选一个同一个模型的时候啊 咱们都是用同样的一个样本数的时候啊 我们也可以用这样一个 Bs的信息准则去做 其实说白了 它就是让我们去选择一个 最简单的模型啊 这两个衡量标准 我们来看一下吧 在这里啊 是不是有Bs啊 咱们这个Bs的信息准则 然后我们来画一下吧 就是当前啊 就是我选择了不同参数嘛 0413 然后还有这样一个34啊 每一块 它都是不同的一个值嘛 相当于是我画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热度图 然后热度图呢 它有这样的一个取值范围 这里我们要取什么值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Bs也好 As也罢 它是要选择最小的一个值吧 那什么样的一个值最小呢 找呗 在图案当中去找 找出来 哪块值最小 我们来看是越黑色越小吧 所以说最小的一个值啊 是在这里 一个是等于1啊 11的一个点 这个值是等于最小的 所以说呢 我直接啊 就可以找到啊 当前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 屏幕标准的情况下 它的一个取值范围啊 是什么啊 我们来看 这里啊 就是我们的ASE啊 得出来一个标准 BSE又得出来一个标准 它俩还有一些差异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得啊 自己的进行一个选择 权衡一下 到底选哪合适 因为我现在就是不同的屏幕标准啊 我可以得到的一个结果 也是不一样的 现在啊 得到了两个结果 这一点就比较尴尬了 到时候我们还可以用其他指标 其实呢 就是关于这个模型的检测呀 或者说模型参数选择啊 方法太多太多了 这里咱们只是举两个最长的例子 感兴趣啊 大家可以再去把那个 额罗亚模型当中的一个 模型的选择那块啊 咱们就可以自己找一些资料 或者说为大家准备一些资料也可以啊 然后我之后搜集一下吧 然后放到咱们的资料当中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模型选择里边啊 所能涉及到的一些检验参数啊 简直太多了就 然后我们还可以做一个事 就是我们啊 咱们先拿PPT来说吧 然后我们还有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 对于我们的一个额罗亚模型来说啊 我们还需要检查一下 它的一个残差啊 符不符合我们的一个标准 就是一个建立比较好的一个额罗亚模型啊 它是什么样分布的 它就是我们不检查 它自身啊 它自身很难去检查 因为你无论是干什么 你都要进行一个预测嘛 但是我们更关注的 就是一个模型的平稳性 或者说模型建立的一个稳定的程度吧 相当于是你要去看一下 我们这个罗亚亚模型 它的一个残差 我们希望残差是什么 我们希望残差是一个正态分布吧 是一个比较 就是比较均衡的一个东西 那这里呢 我们就检查一下 我的一个残差啊 是否它的均值等于0 并且它的一个方差是常数的这样一个正态分布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啊 先检查一下它的一个残差的一个分布情况 然后呢 我还可以画这样一个QQ图啊 QQ图啊 大家感兴趣可以再了解一下 其实它就是这么一个事儿 来看一下结果吧 嗯 在这里啊 就是我可以plot一下 咱们的一个诊断图啊 还是用我们的一个 就是 CityMose CityMose啊 它是一个统计的一个函数库 在这里边啊 它封装了很多统计学的一些 常用的一些工具吧 到时候感兴趣 大家再去上的官网 咱们来详细的研究一下 这一刻啊 咱们就不多 不多说那个CityMose了 咱们之后 我在想啊 就是之后要不要单独录一个 完全去从头开始讲 那个CityMose那个酷的 还在准备啊 现在还没准备好 把这个时间序列给大家讲完之后 我再动手去做那个事儿 在这里就是有一个plot 咱们这个诊断图吗 在诊断图当中啊 第一个图啊 就是它正常的一个残叉的一个分布 长什么样 第二图呢 给它画成咱们的一个 就是直方图 然后直方图当中啊 可以画咱们的一个正差分布啊 我这里我们来看 画一个N值 N值里边是个01的一个正在分布吧 正在分布的图画出来 看一下它符不符合我的一个 正在分布 还有QQ图 QQ图啊 其实我们要观察的就一点 就是当前啊 这些点 散点出来的东西 它是不是一条直线 如果说它是一条直线 那它就是一个正在分布 如果说它越不是一条直线 那它离正在分布就越远 就是这样一个事儿 我们只需要观察 它大致符合一条直线 那它就是通过咱们的检测了 下面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相关系数 这个跟直线一样 咱们就不说了 那这些啊 就是要给大家讲的 关于耳中氧模型啊 它的一些基础的知识点 在我们的软件模型当中啊 其实啊 咱们就指定三个参数就可以了 然后参数啊 怎么选择 刚才给大家说过了 嗯 一会儿啊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 咱们实际的 拿这个软件模型啊 来进行一个预测 这个软件模型啊 普遍来说 都是要去做一个预测的 因为一个时间序列的数据来说啊 大部分情况下啊 就是咱们实际生活当中啊 很多数据 它都是一个时间序列数据吧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根据历史的一个数据 做一个新时期的预测 那这个时候最好的模型 也是最长的模型啊 别看这个模型比较简单 但是呢 它用的频率啊 是比较高的 我们普遍都是用这个RAM模型啊 来进行一个时间序列的 一个预测的一个任务的 到那个预测的一点点